等开完以后放小火 90到120分钟 OK 这个汤就成了 零难度搞定一锅食料汤品的秘籍是什么 那种的加热之后会吃饭不适合 宝宝餐具怎么选才安全 直饮水等一下 它还是自来水是吗 一杯自来水怎么喝出甜味 哇 涉及到的品种有9000多个品种呢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去长知识 发现好物 我听说你们这种特别低级的这种 对我的考验会让观众笑的 看店自带纱布 这是什么新玩法 火锅店 纱布和火锅又有什么亲密关系 有意思 你看他们那个 吃火锅竟然不是冲着牛肉 大量免费福利究竟滑落谁家 真的看得是眼花缭乱 食指大动了 大家好 我是香香 现在香香我在哪呢 我在第四届玉峰杯 中国郑州春季餐饮交流会的现场 哇 今天真的是特别的热闹 您看我的身后 看我的周围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美食和成果 首先吸引我的就是这一桌了 闻上去香甜 看上去特别的漂亮 这个是杯子蛋糕 柠檬味的 就让我们用这个鲜花的蛋糕 然后开启今天的神奇之旅吧 一年一度的预风杯餐饮交流会再度开启 绝活表演 好吃的美食 各种互动体验 只是这样就够了吗 想一下早晨 然后端着这个里面藏着荷包蛋 和昨天晚上的剩菜 端到自己爱人身边 搞笑一下老公 老公请用餐 和食物有关的一切 我们都不会放过 在展会的后面 就是琳琅满目的厨房用品 这个厨具城占地就有100多亩 涉及的品种有9000多种 像中餐的 西餐的 您厨房里的 餐桌上的 各种设备 各种器皿都有 在这么多的选择中 有什么又实用 又好吃 又好玩的东西呢 今天我们带大家发现些好东西 还有福利 等你来抢咯 活动完成了 怎么样 我真的是不能相信 你知道吗 到现在我都不能相信 你看它的光泽 这个都 都是 这些全部都 你看你点点看 给你个任务吧姐 好你说 什么任务 是找餐具瓷器 找一套瓷器餐具是吧 对 我只怕买东西破产 这样不就有 走 散发这种瓷器特有的温润 真的 我一直觉得瓷器啊 就像中国人一样 温润 内敛 这个不错啊 喜欢 这个也挺好看 哇 这个好漂亮啊 这个要 任务完成 这就是你收获的瓷器 对啊 我任务完成了 怎么样 成功了没有 我找个专业人士给你辨别一下 我不太知道我们导演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一个任务 但是他让你当裁判 那你来看我任务完成了吗 这个只有这两个是瓷的 只有这两个是瓷器 这些全部都是粘的 全部都是仿瓷的 嗯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这个问题的这个点是在瓷器两个字上是吗 对 不在于你喜欢哦 这不是瓷的吗 对 这不是瓷的吗 不仅这些不是瓷器 这些 这些 还有这些 统统都是仿瓷的 这些可以以假乱真的餐具 是用密安树纸材料做成的 除了像瓷器一样好看 它还有一个特点 我就特别奇怪 它非常的轻 你看 你点点看 哦 哦 天哪 哎呦 为什么没 哎 它没碎 这人 把我吓得 哎 我要赔了 好物推荐一 这种瓷器不易碎 密安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密安粉 高温的全部都是进口的那个材料 然后用那个机器压制而成的 看见你看后面 这个Corexin症出口标志 使用标志 对 达不到使用标准的 它没有这个标志的 那些再生塑料 那种的加入了之后 会释放不足 它就是不安全的 对 对 如果我不拖着它 不知道它的这种重量的话 就是你看它这个光纸的则 然后它这个手感 分明就是瓷器啊 散发这种瓷器特有的温润 魅脸 就这样的餐具 一个人的这种四件套 大概是多少钱 我现在特别关心价格 比如说这一套的话 就是二十多块钱 就是价格不等 但是没有我想到的那么贵 松了一口气 不易碎 安全 好看 性价比又高的餐具 您是不是也想拥有呢 第一波福利的问题就是 这种餐具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呢 发送正确答案 到我们微信后台 就有机会抢到福利了 在推荐第二种好物之前 先问您一个问题 现在就像那个笑话说的一样 论做出一包炖汤 需要几个步骤呢 受不了了 好香啊 这都什么味儿啊 来来来 是不是好香 来来来 有汤呢 有汤有汤 这会儿正说的口感是大了 这保的汤 在广州待了二十二三十年 一直保这个汤 您这是专门做汤的师傅 对 做汤做汤 太好了 来尝一尝 试一下 试一下 可以啊 这绝对是包出来的汤的味道 全是真菜实料 我今天喝的这个是什么汤 这个是葱草花人生保老鸡 看你汤的颜色 圆着圆味 真的 就不是说那种调出来的汤 就是包出来的那种 好多人能这样喝这个汤 好吃 好 好 好 特别的鲜 是鲜吗 这种孕妇也可以喝 是不是 哦 你晃晃啊 俗话说 宁可食物肉 不可饭无汤 包汤 那可是个技术活 对于咱们不擅长的人来说 包出一锅好汤 光是买啥食材 放啥配料 就操碎了心 都准备好了 用啥火候 包多久 又没了谱 对于这些问题 马师傅放言 他的汤 零难度 特生贤 你做不出来 师傅您那味儿啊 挺好做的 等一下我一焦都会 好做 是吗 对 用这么多料来做吗 对对对 就这些是用到汤里的那个料吗 对 全是里面汤里配的料 这不就省事了吗 省的配多了 就是这些料您给我配好 配好 拿回去 你把煮柴红泥泡 这一起干净倒进去 保上90分钟 到一般热水中用勤的 很方便 好物推荐二 零难度搞定滋补汤 就是把这个水焯了之后就行了 焯了后 对 下饱了 加水 就您在家需要备什么呢 炉子 炉子 锅 汤包 水 对 然后还有主料 主料就行了 用纯净水更好一些 对 纯净水更好一些 好 加水 水加完了以后 把这个料煮过煮过 倒到 碗里洗一下 人生 我太喜欢这样的 这连什么适量少取 都不用您担心 对 洗一下就行了 一洗洗干净 就行了 不用泡 如果再加烤 然后加进去 加进去 对对对 加进去 加进去 放两片姜 好 还要备两片姜 备两片姜 下点料酒 就可以了 对 姜盖上这儿 先大火 等开完以后 放小火 90到120分钟 OK 这个汤去重来 哎呦 你看人家给你写的有多简单 上面有 有这个流程就有 就只要认字 对 这种汤料配菜 只有食材 没有药材 为了更好地发挥 它食补的作用 还有很多种功效选择 三步就能变身 煲汤能手了 这个太好了 我能不能找您 要点福利啊 让我们观众调一调行吗 好 好了 福利已经确定好了 刚才香香说了 那做这个煲汤 就很简单了 除了这些配料之外 您只要准备什么就可以了呢 大家需要备什么呢 煮料 煮料就行了 没有抢到福利的朋友 也不要着急 还有一波福利 在更智能的展区等着你哦 还是先问您一个问题 您真的会喝水吗 先喝杯水吧 怎么就水都不一样吗 这个 我要说能喝出来水 有不一样的味道 可能您不太信 但是它真的跟喝平常的那个 家里喝的那种 烧开的自来水不太一样 好像是像矿泉水啊之类的 对 是经过这个气机过滤 然后活氧哈菌以后的这个直饮水 直饮水等一下 它还是自来水 不是吗 对 它是自来水 它啪打脸 刚说跟自来水的味道不一样 它把这个自来水经过过滤以后 出来的水的话 是符合这个直饮水标准的 好物推荐三 一级等于三级的河水神器 一个净水器的净化作用真的有那么什么 实验一下就节分晓 大家我不知道您的镜头前吧 就是钱 钱是净水 这是温的 这个呢是自来水 水里面含到什么重金属啊 有机物啊 就通过它能测试里面就是含量的多少 146我看到了 嗯 你看10 11的样子 是吧 差别是有点大 真的是觉得科技改变生活啊 这个机器是一机多用了 是吧 可以净化 加热 能治冷 还可以保温 接下来就是给大家要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咱们鲜鲜鲜美食的这个观众的话 我们是非到880的这么一个价位 除了这款活动期间有福利价外 还有一款我们也为您争取到了福利价 看了这么多的硬核好物推荐 您要是也想来把家里的厨房更新一下 地址请记好了 御丰国际酒店用品城的地址位于龙海东路与东明路交叉口 向北100米路西 行 别甩了 咱这吃什么找什么 快 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跟你说你们这种特别低级的这种 对我的考验会让观众笑的 这个呢 专业一点的说法呢 叫纱布 但是在厨房里呢 它叫屁布 就是蒸笼上的哈 拿给你准备个绳子 还有个绳子 关键信息哈 我明白了 哈喽 这个是卤肉是吗今天 嗯 不是 常见的纱布平常您在家会怎么利用呢 您能猜到它在本期节目中的用法吗 答案我们慢慢寻找 今天还会送出价值4000元的福利 哇 生意好哎 火锅店吗 火锅店啊 火锅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那您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吗 是围裙吗 不能用这张围裙吧 这凑餐啊 那是baby款的 你们能猜出来这个是什么吗 是踢布肯定没有问题 是吧 一看在压蒸了膜 看着那么仔细 我以为你能告诉我答案呢 继续找着问吧 有意思 你看他们这个汤 是黄色的 哎呀这个应该是它的特色了 这个也是黄的 没错了没错了一定是了 一般好像我们吃火锅鸳鸯锅哈 一面一面是辣汤 一面是军汤或者骨汤 中间那个有可能会是军汤 或者是番茄汤 这黄色的是什么汤做的 纱布的作用还没有发现 红油辣汤包裹着一份金黄色的汤 这样的组合是在做每桌的标配了 这个是他们这家店特别特色 金汤 我说的什么来着 这就是它的特色吧 因为我看所有人的中间都是这样 金汤 拿什么做的您知道吗 反正我喝着特别的味道特别鲜 就感觉有那个老母鸡棒骨 就是您说它是比较香浓的那种 对对对对 那它这个金色是怎么来的呢 那金色是 据说是有那个南瓜的那个成分 就是它这个有点南瓜的那个味道嘛 就是口感是很丝滑的 就是比较香浓的那种质感 对有那种稍微有点偏甜的一种质感 ok一会我去解释一下 看这里面是不是真的是有南瓜哈 那接下来要给观众朋友先送一波福利 今天福利很多啊 我先跟您说 咱一波一波的来 先送第一波 二十张 什么呢 锅底圈 就来了这圈一出事 价值45元的锅底圈 给您不用再出这锅底钱了啊 听好香的问题 问题简单点吧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香香从导演的手里接到了这样东西 我说它叫什么呢 两个字 常见的纱布既不能当作围圈 在火锅店里也没有整菜之类的食物 那究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毛师傅是吧 对 毛师傅的您先给我们揭开谜底啊 就是在这个金汤里面 它的颜色是来自于 主要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金瓜 哈哈 就是金瓜了 包括还有那种南瓜的香气 对是的 那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了 就是这个是你们就是这个店里用的吗 对我们这个专用的料包 它主要是把我们的这个金瓜包裹在里面 切块的金瓜用纱布包裹着炖汤 通过纱布的过滤 较细的刮肉慢慢渗出 比较粗糙的刮肉刮嚷就会留在沙布中 这样简单方便减少了时间成本 也保证了口感顺滑 有腿骨 这是鸭子 这是鸭子 这是鸡 你看母鸡 老母鸡 这一锅真的厉害了 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您啊 那就是赶紧参与我们香药美食的这个微信的互动吧 您就有机会获得金星啤酒咯 好菜 好酒 好肉 来吧 哎 这种你看 不用麻烦别人了 现在这种拉环很方便 来来看一下我怎么打开 好香浓啊 你看这个汤 这特别稠 有那种南瓜的细腻在里面 但是好像又没有 你细细去群找的时候 发现那颗粒又没了 哇 没有腥味 它会有一点点 因为南瓜加进去之后的那种粘 但是又吃 完全就吃不到了 真的是 非常非常讲究的一锅 高汤 一锅浓汤 和火锅锅底搭配的金汤 不仅能喝 还是可以涮菜的 但涮什么就有讲究了 虾滑在这个金汤里面煮 直接把这个虾滑 不是说虾在这里面 直接虾到这里面 口味又特别特别好 你看果真是 大家都在吃虾滑 对 虾滑本身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吗 虾滑本身的话 这个比较鲜一点 虾滑是店里自制的 选用的是进口的青虾 虾肉Q弹 个头还大 料理机轻轻打几下 但不完全打碎 保留一部分的虾力 然后调味甩打上劲 炸虾滑的料是有两勺的海鲜汁 量有讲究两勺海鲜汁 对 两勺海鲜汁 加上少许的辣椒圈 这根据个人口味 你要不能吃辣就算了 少许辣椒圈 你这可不是少许啊 相信我的实力 香菜一点 香葱一点 然后加上少许的醋 加醋吗 对 这个少许也就是一下 大概就几滴这样的 这就是 专门用来蘸虾滑的料了 您寄好了吗 开始了开始了 口感脆弹 因为里面有蘸的虾肉 哪会觉得特别的鲜美 直接吃一个不蘸的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不用蘸了我觉得 我觉得不蘸更好 完全没问题 金汤煮虾滑 是这家火锅店的 標准吃法 保留的是虾肉的鲜美 适合不能吃辣的小朋友 或者老人 接下来要送出的 第二份福利 价值一百五十元的 火锅代金券 问题很简单 后厨探秘的时候 纱布包裹着的食物 叫什么名字 两个字 快发送到官方微信吧 前十位 就可以获得 一百五十元的 火锅代金券一张 吃一下这个 刚才在这个辣汤里的 尝一下 辣汤蒜也可以啊 就是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就您想要吃到虾本身的那种鲜甜 那就建议您在这金汤里蒜 如果你爱吃辣 能吃辣 辣汤里蒜就是别样的 风味啊 吃过了清新的虾滑 喝过了营养的金汤 涮火锅嘛 当然不能少了摁菜 普通的小肉卷不顾过瘾的话 您瞧瞧这大大的牛肉片 光看着就流口水 特别漂亮啊 上脑整块的不是那种压制的肉 上脑是什么地方的肉呢 就是可能一说这个 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 哎 是不是牛脑步步 它是牛的后颈 后颈的后背的那个 就是脊椎旁边的那两块肉 这部分的肉的特点就是什么呢 它肥瘦就是相对偏瘦 但肥瘦比较均匀 这好的上脑大的实发的很漂亮 别看这种大肉片 但因为很嫩 煮起来一点不配劲 丢进辣汤里两分钟就可以出来 搭配辣椒 花生碎 干碟 或者油碟都是不错的 我喜欢鲜鱼蘸料吃一口 这么大的一片肉 满足 幸福 过瘾 这肉还是偏瘦的 孙女孩子不用担心 爱吃肉的建议您可以尝尝这种肉 真的是满足 刚才那10张150元的带金券 您抢到了没有呢 没抢到别着急 接下来还要为您送出 10张150元的带金券 您要听好问题了 刚才那个小姐姐 在配吃虾滑专用料的时候 加了几勺海鲜汁呢 加了几勺海鲜汁呢 赶快发送您的正确答案 到我们下行美食的官方微信吧 150元的带金券等着您咯 福利有没有抢到手转呢 那地址挺好了 郑州市中原区金梭路与玉兰街交叉口 向西50米路南 小酌酱红锅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香香美食和格力空调联合推出的 母亲节策划制 献给妈妈的一道菜板块 参与节目互动 您将有机会获得 由格力空调提供的 电火锅一个奖品诱人 关注节目不要走开哦 我妈妈比较爱 比较喜欢吃茄子 茄子嘛 茄子你平时吃的都是油的啊 对 是不是啊 然后煎 就想做一道跟茄子有关 但是也很 操作很简单的这样一道菜 没有油的你信吗 没想到这么简单 关键是还很好吃 简单到只需要三步 打开冰箱门 把大箱放进去 关上冰箱门 结束 那您相信周周能通过 十分钟的学习 给你做才一道 让你觉得还非常好想的 那就试着看吧 这么有信心 亲闺女 妈妈 这啥 胡椒粉 胡椒粉 这真没做过饭 胡椒粉 我妈妈没有做过这道菜 对 你这辈子是不是只吃你妈做了饭 对 别的饭不吃 对 哎呀 你脚子真的 怎么样味道 不错 这可以 别人长发了 应该长发了 不错 因为我们不用油嘛 当然要加点肉酵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吃 更香 肉酵在饭箱里 我去拿 加了肉酵 这个吃十分钟搞定了 十分钟搞定了 十分钟搞定了 咱再做点十分钟 就把它给弄成了 别到时候试啥也 还是啥也 我们平时吃茄子 一般都是用油炸嘛 油炸是为了让它香 我们今天又想用油炸 想让它更好吃 我们就加了肉馅去酿这个茄子 加了肉馅酿这个茄子 我们通过蒸制的手法 做出来的这个茄子 又好吃又美味 周周你发现没有 这个香菜做茄子馅 哈哈哈哈 葱花肉馅 来你来试一下 葱馅也不一样 0.5倍速 你的目的就是把它给切碎就行了 其实它造型好不好无所谓 我买的这个打好的肉馅 把它放在葱里面 听到多少饺子馅的声音了吗 自己人饿了 确定这不是在做饺子吗 它那么强就是饺子馅 猜到我们要做什么了 饺子 我想到现在只能想到切合 但是做茄盒还有油 对呀 那它咋夹了 怎么不吃个炸的呀 不是你吃过茄盒都会讲味道 你刚才没有回答 没有 你连茄盒都没有吃过 我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茄盒呀 莲尖吃过吗 莲尖吃过 那就是把莲菜换成茄子 我和妈妈没有做过这道菜 你这辈子是不是只吃你妈做的饭 对 别的饭不吃 对 然后放一瓶料酒 好 好 饺子馅 完全饺子馅要流长 放点盐 为什么我们不放饱出 因为颜色会很够吧 你看 我有天分的小孩 为什么要加鸡蛋清呢 因为让这个馅料更嫩 好 既然顺着一个方向前 好 你知道为什么要顺着一个方向前 好 你知道为什么要顺着一个方向前 顺势而为 嗯 你猜猜你觉得为啥这个东西要顺着一个方向前 我知道一个词叫上劲 对 刷解吃尖 脚签了 抢答正确了 是吗 是啊 真的是 真的上劲了 不要让它完全断刀 有一部分黏着 这也有一部分黏着 蝴蝶片 你学功课学文课 文课 文课 那问你一个功课问题 嗯 说 你妈做茄子黑不黑 有 嫩嫩的白了是吧 对 为什么要放到盐水 就是为了防止变黑 哎呀你都会抢答了 切茄子会不 切茄子会 切蝴蝶片也会不 也会 那就是 酿馅没吃过 没有 一会儿吃 看起来挺简单的 这样子ok吗 可以 可以吗 今天比人厚了一大圈 你看没有 看没有 实在 我帮你压一下 好 这样差不多 实在呗 然后这样子感觉很像莲夹一样 也感觉 上手很简单 然后也很美味 好 我们开火蒸十分钟 童童姐说 蒸完十分钟就好了 一点味道都没有啊 感觉 我们就再来给 蒸好的这个切夹来炒个蒸 行 让我帮我们家的 脂肪烘鸟 感谢格力厨房空调 对本栏目观众奖品的大力支持 厨房装了空调 夏天在厨房做饭 再也不怕出汗了 这是做什么 马甲 马甲 干净 这是耗油 感觉有点习惯 我们刚才茄子上面没有盐了 嗯 然后加大概两勺蒸锅 这个是不是没有油 没有蒸锅 没有蒸锅 似乎还真没有 蒸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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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眼有点不地道了 十分钟炒菜就不说了 蚝油也蒸锅 太可怕了 好 我们煮到这个 番茄酱冒泡 这个是我们刚才 调好的水垫粉 我们炒这个料汁的时候 一定要不停的调 调好 像是熟锅去吧 对 因为里面有水垫粉 我看起来挺简单的 你看同样 煮到汤泡泡 妈妈来吃饭了 好 来尝一尝 这是蒸出来的茄子 这里没有放一点油 尝尝 怎么样味道 不错 真的吗 第几次你妈做饭 没有几次正式的 以后碰起来这个东西 你们要多学几个 真的 真的要多学几个了 经常跟我妈妈做饭吃 谢谢你 应该的 妈妈 哈哈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合群肉 一个不合群的老板 这个味低 反正我经常来吃 就每次都点这个炒鸡蛋 不美价廉 一群特别买账的时刻 啊 嫩 香 鸡腿肉啊 还有辣 是什么味道吸引着他们 天一热 小龙虾是绝对的王者 还有福利等你来抢哦 不咱俩主人肯定招不住啊 傻瓜卖了我 我不去啊 这都是朋友带出来的 往前往前都没有吃饭 卖沙锅 可人行 这家人还熟悉 这轴柳还熟悉了 香香美食探秘 藏在小区深处的任性砂锅老店 发送蒸茄子 到香香美食微信公众号 就有机会获得电火锅一个 你觉得你是一个合群的人吗 对于我来说 不工作的时候玩手机 大家宅的是最大的幸福 我最怕的就是跟人搜索 参加三个以及三个人以上聚会 我需要很长时间来心理建设 人多了我会紧张我会过敏 在标榜个性的现代社会 有一些人更愿意把时间交给自己 和自己好好相处 这种有点以孤独为美的不合群行为 正在扩大蔓延中 他叫张帆 我喜欢的东西跟我爱吃的菜 都跟大家不一样 一个90后 比如说我喜欢骑摩托车 大家会觉得一个骑摩托车 人是一个坏孩子 可能是身上不合群的标签过于明显 他不得不暴露自己的另一个身份 我喜欢美食 因为我自己比较爱吃 最关键的是我还喜欢做 当你做好一盘菜 钻到桌子上 看着他们吃完的时候 你心里边那种满满的成就感 是任何东西都给不了你的 那你做这个菜挺普通 满大街都是吗 今天我们的导演给我的提示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群的老板 然后他开了一个店 所以我就特别的好奇 你说他会是个什么样的店 卖什么样的食物 不做了 过了 过了 就这个店是吗 你好欢迎光临 你好欢迎 这不像是一个不合群的人做的生意啊 关于这个不合群的老板 他开的店 我们也有一些猜想 那估计是那种比较高冷的那种范子吧 日式冷淡风风 就是 或者就是反正是挺奇怪的 就是那种很个性很古怪的那种 然而走进这家小店 他普普通通的气质 不不对 就没啥气质 对他的期待值直线下降 来 你看一下这个 就一般啊 你在店里看到这个的时候 就能明白什么 就说明这个店 经常啊 会等座或者是拼桌什么的 就生意特别好 很热闹 有意思了吧 一个 说自己不合群 这样的一个老板 开了一个 这么需要热闹的店 当不合群和人气产生关联 带着12号吃的 真喜还认呢 反正我经常来吃 就每次都点这个炒鸡蛋 有大盘鸡几个两菜 加碗面就完美 鸡子好吃 喜欢鸡子 看到桌桌碧点的炒鸡 想起了导演的那句灵魂拷问 挺普通 是不是满大街都是吗 对呀 这不就是满大街都有的东西吗 物美价廉 150吧 今天六个人150加酒水了吗 差不多加酒水 因为它这有那个经典的那个 我来一般都是这个 它这个味要比那个 首先鸡肉吧 要比那个烧鸡 肉要嫩一点 口感比那个 现在来说要好一点 这个味第一麻 第二这个口感呢 就是 辣中的那种 比较那种细腻的感觉 吃的口感特别好 麻麻的那种感觉 不是那种 香的那种 品牌那种特别辣的那种 藤椒味道的 叫那个藤椒 藤椒炒鸡 炒鸡是聚会美食的大种选择 花钱不多 却能让人过足了肉饮 不过平时吃炒鸡 大多是五香或者麻辣口味 第一次听到藤椒口味的 肚里的蝉虫 挽着好奇心 您想不想尝尝呢 和群美食推荐一 藤椒炒鸡 这一份里面东西不少啊 纯鸡腿肉做的 就是不用担心啊 不会啃骨头什么之类的 为什么说喜欢加这个藤椒 青花椒呢 因为它的味道真的是很霸道 能闻得到 吃辣 吃辣 嫩香 鸡腿肉啊 哎呦辣 辣辣辣辣辣辣辣 鸡腿肉啊这么大一坨 但是里面你看 入味入的很好 你吃完第一块之后 它会给你一个指令 在那大脑里 是什么您知道吗 赶紧吃第二块 用很弹啊 这就是用鸡肉 鸡腿来做的优势了 就是它不会柴 可以说是四种椒 付救了它的传奇 花椒 辣椒 青椒 糖椒 也就是我们说的青花椒 就以什么加上它了之后 马上就是那种小清新的刺激 我要跟您说的是 它这个整个的厚味会有一点甜 比一般的那个大盘鸡呢 味道要更纯粹 比一般的炒鸡呢 味道好像又多了点麻辣和小清新 就像一个火辣的女子 突然边边别了一朵的小 就那种感觉 藤椒做出的麻味 可能是最有灵魂的一种味道 香味包裹了口腔 肉味也占领了胃部高地 却只有些许的松麻感在嘴唇上跳跃 那才是您享受过美食的唯一证明 所以许多人都偏爱这种有回味的味道 我觉得做菜像做人一样都需要调整 我喜欢吃炒鸡 我喜欢吃海鲜 所以我就不管你大街上会开多少家 我一定要开一家 是我自己研究的味道的 我自己满意的 这儿就是咱们的配送中心 咱们店里边所用的所有的食材和调料 都是从这边直接配送到每一个店里 我们用的都是酸黄鸡 因为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并不喜欢柴鸡的那种肉质会太过于紧了 吃的话会有点塞牙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吃这种三黄鸡的肉 这道菜你一定要把这道菜做到你至少是你自己满意 你自己能去吃这道菜 然后你才可以给客人能够装装 藤椒鸡油 现椒爆炒 土豆被换成了杏鲍菇 炖20分钟炒鸡转化成满满的食欲 带着独特的麻味才促成了与朋友还剧的理由 好了那接下来又是送福利的时间了 30张小龙虾或者是炒鸡的五折券 刚才香香提到了说 这个炒鸡我觉得有点不一样 是它用到的都是什么肉呢 赶快拿出您的手机 发送答案到香香美食的官方微信 很简单 只要您看了就知道 小龙虾 这个天一热 小龙虾绝对是绝对的王者 没有质疑 只要卖这种麻辣品 或者是那种夜市 什么店里都得有个小龙虾 然后以示对于这个夏天的尊重 只凭一份炒鸡 怎么能轻易满足大家的胃口呢 喝取美食推荐二 麻辣小龙虾 小龙虾现在已经变成了夜宵网红 中国人一年能吃掉上千吨的小龙虾 虾夜里的风都是小龙虾味的 旺游闷烧的甜辣风味 更是赢得了食客们的青睐 虾其实我还给它起个名字 可以叫云纸虾 用很大话叫索枝虾 就是吃完就在学了枝头 你会感觉几天后 你那指头像是烟味儿似的 就一直那一味儿还在 赵丽先看虾 去了这个虾线的了 现在的虾其实还不是特别的肥 当然这个品质已经可以了 来 我先吃个不蘸汤的 今年吃的第一颗小龙虾 这个味道我觉得跟炒鸡有点像 它也是辣中带点点辣 这黄可以 辣在后味儿都是不燥 不是那种刚入口的特别燥的 我跟你讲 不是为了拨的让你们看 我都直接放嘴里了 我可以直接用嘴巴和铺口 嘴里了 我可以直接用嘴巴和铺口 啊 别吞牛 来一个 贵贵 整个虾其实它特别不容易入味儿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把它虾线去了之后 这虾肉很容易就炒粉了 就会觉得吃上去就不像之前 那么有弹性有气道 但这个还可以 吃这种汤汁浓郁的美食 我们总要给它来个完美的收尾 不过在这儿 小龙虾不下面 搭配的是一种更有口感的美食 这汤我觉得炸烧饼的神仙伴侣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准备呢 就是你吃到这种汤的时候 你就会一定觉得 炸烧饼它在哪儿 它俩应该就是 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的那种感觉 我的天哪 闻到这个味儿真的受不了 带着自然的炸烧饼 根本控制不了 就特别的诱惑 会进味儿 然后在小龙虾之后 融合在一起之后 被射去了一半魂魄 要么直接吃 它很脆 它有这个自然味儿 要么就是这样蘸一下吃 吃它的汤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把它泡一会儿再吃 有 有 那所有的汁都已经被吸到其中了 如果说小龙虾是就是夏天夜汁上的 这个是最佳配角吧 最佳配角 对啊 今天的最后一波福利 要被您送上了 您要挑好题了 刚才在吃小龙虾的时候 吃到最后的汤汁 香香依依依不舍啊 一丁都不舍得胜 说了一个什么鸡汤是去配的呢 赶紧拿出手机 发送答案 到我们香香美食的官方微信吧 最后一次机会了 40张母折券 我个人来说的话就是我自己在做一件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就是这么简单 至于喝球或者不喝球这个问题其实我没有去考虑 我不在乎我喝喝球 不喝球的另一面可能是独特的味道 角质的态度 还有换方法感受生活 我不喝球我需要改变吗 答案自然是不需要 先吃自己的味道 其实还挺可口的 咱这儿有个可口吃的沙锅给哪儿的呀 在那边的是吧 好 谢谢啊 好多人看到了吗 张继传统沙锅 这么小个门头 这么隐蔽的地方 不走近 甚至连招牌都看不到 别看藏的身 可这还没到正午 都坐满了人啊 几乱过的 同事接受的就一直正常 几乎几块 海骨酥肉 有腕子 酥肉和这个链夹 身上 酥肉啥锅 能找到这儿的都说是朋友介绍 来吃一次就会想第二次 来做一个酥肉链夹 那么多虽量的链夹 是吧 链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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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香挺鲜 但是并不是咸 淡口吃这个汤啊 并没有那种感觉 沟沟黄啥的 而且这个辣椒油 提了一个香味 但是并不辣 一口好的砂锅 最灵魂的就是这口汤了 用清水太寡淡 汤太浓稠又过咸 这家砂锅就采用了 最普通的老母鸡炖制而成 熬上12到16个小时 中间不光火 将鸡骨嘴里的 所有精华吸进去 真是一天一锅汤 新鲜有营养 这块应该是那个什么 酥肉 一片肉 就是酥肉能炸成 这种一片肉的这种情况 真的是很少见了 我觉得 你确定它是 切了一片开始炸 筋道不柴 肉感十足 也汇进去了 这个汤汁的味道 吃在嘴里 还有一点点焦酥感 我们再来吃个排骨 面和肉一块裹着 骨头多小 就这么小的骨头 虽然酥肉排骨 家家也都会做 可是就是这两个 简单的肉菜 在选材的时候 也是很有讲究的 因为我们家那个酥肉 纯后腿 后腿它是筋 但它不柴 肯定人都喜欢吃小排了 每天早上五点 老板就开始起来 准备材料了 将后腿肉 切成十指大的长条 加入十三香 等传统调味料 均匀的挂糊 再下油锅炸至七分熟 炸出来之后 酥肉是硬的 不是敲起来是响的 它是刷刷响的这种 这种感觉 才是比较成功的 这食材和汤 都已经准备好了 可老板却说 这还不够 一锅好吃的砂锅 最后还需要点睛之笔 那个桌子 放的这个调料 看似是七种 但是每盒里面 都会有三到四种配比 在里面掺到一起 最后才能 进到这个砂锅里面 才能做出这个味道 原来还要靠这近乎 七七四十九种调味料 再配上这张继 祖传的一味秘方 这一锅才算是 还是扎根感情最重要 妈 这水进行吧 你看 是吧 你看 这水还能喝呀 当然了 这是祺河呀 流经贺币市的祺河 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河流 它的发源地位于山西陵出县 祺子山 其后流经河南省徽县市 灵州市贺币市 在贺币市迅县 祺门入渭河 全长一百六十一公里 是中国北方未被污染的 河流之一 河水含沙量小 水味甘甜 独特的自然环境 也孕育了祺河独特的物产 这个河不仅这个水清 水好 这里河里边还有好多 这个宝贝呢 这里边有 这个河南很出名的这个鲫鱼 这个鲫鱼呢 跟咱们市场外边建的那个鱼呢 不一样 要说鲫鱼是种特别常见的鱼类 相信大家都吃过 这鹤壁祺河的鲫鱼 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河这个祺河的鲫鱼啊 它外边是金黄色的 这个另外这个北呢 它比这个普通的这个鲫鱼 柔厚 所以就成为爽北鲫鱼 这个植物以来都是这个皇宫公兵 普通鲫鱼一般灵色灰黑 而鹤壁祺河产的鲫鱼 则颜色略成金黄 被誉为齐河三针之一 据当地人介绍 这里的鲫鱼之所以被叫做双倍鲫鱼 并不是因为鲫鱼长了两个倍 而是因为这里的鲫鱼 脊背宽厚体态丰满 脊背厚度为一般鲫鱼的两倍 因而被称为双倍鲫鱼 它和普通的鲫鱼吃起来 有什么口感不同吗 吃起来它当然有很大的不同量 因为这个第一嘛 它是自然生长的 自然生长的 首先它这个味道 并不是农生物样子的 它这个比较兴起 第二个呢 这个通过炖糖啊 或者是红烧啊 它肉比较细腻 鲫鱼在当地的吃法很多 最简单 也最能感受到 鲫鱼鲜味的做法 就是鲫鱼汤 没有过多的操作步骤 也没有繁杂的调料 将鲫鱼入锅 稍微煎制一下 这样可以让炖出的汤 鲜味更浓 汤色也会更白 为了保持鱼肉的鲜味 只需加入葱 姜 八角和豆腐即可 大火炖至十几分钟 加入少许盐调味 一道充满了农家风味的鲫鱼豆腐汤 就可以享用了 怎么样啊 感觉 这鱼的肉特别鲜 这鱼汤也特别好喝 和我菜外面喝都不一样 就越喝越想喝 这肉 鱼肉也特别的嫩 对对对 它这个鱼肉特别的嫩 也没有那个腥味 对对对 没有一点那个土腥味 齐河里物产丰富 除了寄予 还有一种很特别的鸭蛋 您能看出来 这鸭蛋和咱们常见的鸭蛋 有什么不一样吗 看着咋的像假的呀 还有这纹路呢 还有纹路啊 这个呢 可真不是假的 这个是地理道德的鸭蛋 这就是齐河的三针之一 它叫蝉丝鸭蛋 蝉丝鸭蛋产于 鹤壁齐河沿岸 王滩许沟一带 因为当地独特的水质 和地理环境 这里的鸭蛋 煮熟切开之后 蛋黄会呈现 一圈圈不同的色环 由外及里绕着中心 故称蝉丝鸭蛋 是来到当地 不得不尝的一样美食 这个鸭蛋不是用刀切的 这个鸭蛋呢 煮完以后 它是用线 用线切的 然后它才能切出来 这个纹路 对 你看这个特别漂亮 是吧 你尝尝吧 它和普通鸭蛋 吃着都不一样 你感觉出来了吗 嗯 普通鸭蛋就特别 四个 就是蛋黄就特别 就是让人吃着 特别干的蛋肉 这个蛋黄呢 比较特别软是吧 对 特别软 吃起来 除了鸡鱼和蝉丝鸭蛋 在齐河两岸 也有很多特色物产 这边 红尾就带着梦瑶和嘉怡 来到了一片小树林 据说 这树林里也藏着宝贝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什么呀 这个 这个就叫桑树 咱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叫桑园村 这个树呢就是桑树 在很早以前呢 这边就很有名的出的这个 种的这个桑树呢 它养蝉 做丝绸 早在商周时期 位于齐河上游的桑园村 就已经开始种桑养蝉 骚丝之仇 鼎盛时期 桑园村家家能骚丝 户户能知仇 当地的丝绸通过齐河 被运往各地 供不应求 不过随着齐河水流逐渐平缓 也失去了运输的能力 自清朝起 当地的丝绸叶逐渐没落 如今 当地虽然不再养残之仇 但这桑树的用处可依然很大 看这个叶 这个叶呢 在当地呢 也可以做很多好吃的 对对对 这个是可以吃的 对啊 这个 这个就是桑 桑圣 桑圣 对 这就是那个桑果 成熟以后 它可以做好多东西 你知道吗 洪伟说 这桑树林里的宝贝 就是桑叶和桑圣 不知道这两种东西 在当地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桑树呀 它这个在原来嘛 这个生活调整不做好了 没有啥吃了 情况不及的时候 没蔬菜吃的时候 多多鸡蛋呀 或者是过点面 它一直就用这个 可以充冻鸡 所以现在在那个 科技的这个发达 研究的这个 研究出来呀 这个桑树 鱼方三高啊 洗脑洗碗机灵啊 它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秋后呢 它这个桑树 它就是桌上 泡水合用 采取这个桑树后的桑树 进行这个 生加工 就现在我们村呀 就演出来这个桑树面 这个桑果嘛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生吃 也可以通过它 这个酿生酒 可以弄成桑树 这种饮料 也可以做成饮料 对 在物质困难的年代 桑树桑被拿来冲击 如今生活好了 桑树桑的特色功效 也越来越被认可 就被加工成了 各种特色农产品 也成了当地致富的 一把金钥匙 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开展 为了丰富游客的餐桌 当地用桑树和桑树烹饪的特色美食 也是越来越多 这个桑树呀 它的这个口感最好的阶段 是在这个厨样 到这个六微粉一切 那比如说就像这种的是吧 这种的就好吃 这种的就比较有点老了 是吧 对 这种是吃了口感最好的时候 这个可以量调 用水船一下 这样量调吃 量半的吃 对量半的吃 另外呢 还有可以通过这个炒鸡蛋 这种夹上做饭 炒鸡蛋 这个叶子可以生吃吗 可以 也可以生吃 可以生吃 桑树焯水之后 可以凉调或热炒 甚至可以炸成特色的桑树丸子 这些都是很具地方风味的美食 感觉怎么样这个 吃到嘴里边 感觉有点色色的那个甜味 嗯 还挺脆的 是有点脆脆的吧 还是第一次吃到这种桑树的叶子 你知道吗 还是凉调的 没想到桑树的叶子 也可以做菜吧 对 也没想到 一直以为是为残宝宝的 除了桑树 就连没成熟的桑树 在当地也有种很特别的吃法 吃法 用个吃法 有啥的锅上面去蒸的 嗯 然后亮条的 长点蒜汁吃 还要吃起来 有点甜 是吧 嗯 软巴 软 特别软是吧 嗯 坐在农家小院里 品尝了当地的特色美食 这些菜肴没有大酒店的精致与奢华 但却是最淳朴的地方味道 也许这就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如果您有机会来到贺壁 不妨也来尝尝 今天我们要吃一只做法 巨简单的鸡 怎么样 是不是so easy呢 不会做 不是特别好做 没学会 那接下来您可要看仔细咯 今天要做的这巨巨巨简单的鸡 就是 超过白斩鸡 河南人爱吃鸡肉也会吃 和我们常吃的烧鸡炒鸡大盘鸡不同 白斩鸡最大的特点就是清淡肉嫩 不是不是不是是嫩 清淡肉嫩 别看这白斩鸡对口感的要求有些极致 但是想要做出地道的上海风味 您在家只需要三个步骤就能搞定哦 咱做这个白斩鸡 白斩鸡对鸡子有要求吗 有 要用什么样的鸡 三黄鸡 三黄鸡 最好 煮这个白斩鸡不能用母鸡 用公鸡 用母鸡太肥了 一油一油一油能吃得硬了吗 二斤七八两三三斤 太小了就是整个鸡肉不好煮 没肉吃了 切开了 鸡肉放里了 得开了以后放锅 就连腌制啥都不用 直接放锅里 不用腌 刀流酒 放锅里煮了 我们的东西里不是拌熟了吗 拌熟了以后 再给两个冰水里泡一下 去钢煮出来就直接往里头 对 直接往里头 凉的腰 鸡的腰 鸡的腰这个皮子非常非常焦 后感特别好 这个鸡皮比较焦润 松弛一下比较比较紧啊 先用热水清烫两分钟 再在冷水里做个SPA 就是这一热一冷的刺激 让原本松弛的鸡皮 马上变得紧绷 有弹性 一冰的要凉了嘛 没有熟啊 没有熟透啊 泡料再往里煮两分钟 总共这个鸡的煮六分钟 总共六十六 对 九十五分钟 想让白斩鸡肉紧不柴 这关键的关键就在这闷上 一定是在房上煮肯定了 吃了鸡肉都像屁材味一样 对不对 对对对 肉都柴了嘛 对对 好了 二十分钟了 你把油都取出啊 你看 那油不出来的 不得了 那都润 嗯 整碗的鸡肉还得当个高汤 对对对啊 也不浪费 不浪费 两口再能切 先切过程 一切酥了 鸡肉都烂了 两口不烂 一块切了一块是一块 姜切切的饱汗 我一般的两个半小时 这肉都做好了 我咋记得王大哥 还没放调料呢 先切点姜 切点葱 把他小碗放在里头 嗯 这就调料 姜切切磨葱 葱少放一点 放在生抽 生抽用好一点的生抽 再滴了小碗以后 放在白糖 煮三大碗出来就好了 煮一煮 煮一煮 冰一冰 再闷一闷 简简单单三个步骤 就把鸡肉的鲜味 锁在了肉里 非但不分事 口感也是皮滑肉嫩 半个小时不到 就做好了一道甕菜 您有没有很心动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河南广播电视台 民生频道